好 瑞西乡农会配合了农业部推动绿色照护站 提供了农村营法族共学共餐 四年多来成校卓越 为了维持农村长者们身体的健康和活力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率农会理监视的团队 参访慈基大学清宁俱乐部 就老人健康照顾以及管理 以及积耐力运动等等议题交流取经 总干事黄胜黄率农会理监视团队一行人 特别前来慈基大学参访轻盈俱乐部 有朋自远方来俱乐部干部成员不亦乐乎 不啰嗦透过俱乐部相关设施器材的操作说明 直接进入基那里运动管理的主题 对 对然后他现在其实可以再加重量 所以我们都针对不同程度的人 所以他可以再举压力 对对对 可以再举压力 日车向农会参访团一行人 受到俱乐部热情欢迎接待 参访过程中除了仔细聆听解说导览 也尝试体验操作双方交流互动热络 一开始是按扎拉西区学士馆 然后后来就会变成特殊班 像我们下下礼拜会开一个基少型体重或重班 又有基少这些又有肥胖的贡献 因为我们觉得那些需要救护 所以我们就先开这种班 他身之时可供错 为了维持农村长者们身体的健康与活力 瑞士乡农会特别向磁大轻盈俱乐部取经学习 就老人健康照顾管理以及肌耐力运动等议题交流讨论 然后现在我觉得政府的社区做得越来越好 那这些课程的部分有很多的大陆在执行 包含公餐的部分 我们实际也在我们的戊性社区 好像有一个公餐的一个点 这个部分也因为资源越来越少 因为它政府的一些资源在做整病 所以我们在想要去做一个如何能够来照顾我们的一个长者 那我们在想长者要我的有尊严 事实上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配合农业部推办绿造站的瑞士乡农会 四年多来成效卓著 今年除了延续才艺 卫教等各项研习课程之外 又鉴于长者们身体机能 随着时间岁月自然老化 因此特别规划长者肌耐力训练的运动主题 提升长者身体激烈的强度与灵活度 让长者们健康乐活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